楊慧如他只是一個打手 楊慧如他只是一個小咖 楊慧如的背後有更大的引武者 楊慧如的背後有所謂的上限 我們更要說今天 黃國書委員如果有不同的意見 民進黨請你自己出來洗清你的嫌疑 黃國書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黃文馨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黃國書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潘文馨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黃國欣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潘文馨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黃國書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潘文馨出來面對 我們看到多麼的羞恥 多麼的讓我們覺得更小 立法委員的研究大樓 不是在研究國會的法案 不是在研究民生的福祉 是在研究怎麼帶風向 怎麼去散播各種似是而非的輿論 害死我們一個優秀 一個規規矩矩的外交官 到今天黃國書 你還不出來面對 你還不出來交代 公費助理 潘文馨 他不但是IDCC背後的營武者 而且 潘文馨直到去年 剛剛才成立的南風公司 又和民進黨中央 直接進行簽約 直接進行 所謂講好聽 叫做新媒體的合作案 我們現在說 有黑韓產業鏈 好像搞網軍也有產業鏈 所以新黨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一旦進入立法院 我們一定要推動 反網路霸凌法 絕對不讓任何的司法機關 可以以法源不足為理由 就這樣子把斷點 停損在小咖的楊慧如 楊慧如他只是一個打手 楊慧如他只是一個小咖 楊慧如的背後有更大的營武者 楊慧如的背後有所謂的上限 我們更要說今天黃國書委員 如果有不同的意見 民進黨請你自己出來洗清你的嫌疑 檢警第一時間就沒有查透楊慧如的手機 也沒有查透楊慧如的電腦 這一切就是放手 今天所有的證據指向於你的研究室 今天所有和民進黨之間網軍脈動關係 指向你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把你的電腦交出來 讓檢警來查清楚 用你反滲透法的標準 請你先自我揭露 我們在這裡等待你 等待你出來面對 答案 請你給我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